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简单的单词 每 每天 每人 每个 每只 今天我们讲它别的用法 这里是副词 它在动词或者动词短语的前面 也就是每plus动词 意思是同一个动作或行为有规律地反复出现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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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每天太阳都会升起 同一个动作 反复出现 后面也常常出了是就和动这样的单词 我们举个例子吧 在南美洲有一种鸟 它每过三十分钟就叫一阵子 这种鸟呢 三十分钟 鸟鸟鸟鸟 这样叫 叫一阵子 一阵子是一段时间 三十分钟 鸟鸟鸟 三十分钟 鸟鸟鸟鸟 比如说七点 七点三十 八点 这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 第二 每过十分钟就有一辆公交车到站 巴斯 巴斯十分钟一次 十分钟一次 我们就说每过十分钟 每过十分钟 第三 我们现在工作每工作五天 每工作五天 就休息两天 双休日 double 双休日 每工作五天 五天 休息两天 五天 休息两天 有规律的 第四个 每搬一次家 我的物品就少一些 搬家 搬家 大家想一想 搬家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就不要了 扔掉了 每搬一次家 有规律的东西就少了 物品就少了 每搬家一次的意思 第五个 每到考试 他就很紧张 考试的时候 有规律地反复 考试紧张 每到考试 他就很紧张 那么同样 比如说 每到春节 Spring festival 每到春节 中国就很热闹 中国就很热闹 每到生日 birthday 他就很高兴 很高兴 每到什么什么 每到夏天就很热 每到冬天就很冷 每到学习汉语的时候 我们就很高兴 好的 今天我们学习的美 它的意思是有规律地反复出现 plus动词 好的 今天的内容您明白了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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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